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汉加油 八方赤员向着一个方向武汉 这段时间武汉的空中通道一刻不停争分夺秒 口罩紧缺原材料告急 韩国政府表示全力保障将口罩日生产量提升至1000万只 企业商场设消毒通道能否阻断传播 血浆治疗能救命吗 聚焦战役最新热点 2月17号星辰 军队医护人员再次增援武汉空军出动 包括国产运20在内的三型八架运输机 再次向武汉空运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及物资 增援来了 武汉加油 2月17日迎着清晨的霞光 空军运201276运9等三型八甲运输机 从上海虹桥等七个机场起飞 向武汉紧急空运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物资 出发前每名医疗队员登机后都会收到一张特殊的登机牌 这张登机牌上标注日期是起飞时间 2020年2月17日的7点28分 回程时间战役胜利日 VIP乘客标注每一位最美白衣战士的名字 航程标注从家岛义区战场武汉 在最后一排航班标注运20 运20机组人员说这样一排小字寓意着 战役胜利日 胖妞接你回家 而登机牌的背面写的是 向最美白衣战士致敬 如果扫描登机牌上的二维码 还会出现一段话 昆仑雄鹰全体官兵向你致敬 祝您平安 期待您早日开学 当天90许 第一架运20飞机稳稳接地 缓缓滑向武汉天河机场停机坪 随后一架又一架空军运输机陆续抵达 与此同时 南京 西安 杭州等不同方向铁路投送 时时20分许开始陆续抵达武汉汉口车站 从2月13日开始 空军新型运输机运20首次投入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 当天空军出动三型11架次运输机 从乌鲁木齐 瀋阳 西宁 天津 张家口 成都 重庆等七地机场起飞 我和我的机组全体人员 祝愿你们能给武汉带来更美好的春天 也祝愿你们死账必胜 平安归来 向你们致敬 运20运输机2016年7月列庄空军部队后 曾先后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 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 15号 中国空军官方微博发布视频 昆鹏战役记录了中国国产六架大型运输机 运20日夜兼程驰援武汉的飞行影像 我们始终保持战备状态 随时做好紧急冲动准备 在此 我们祝愿一切抗疫的白衣战士们 战胜并魔 全胜而归 截至目前 军队共派出三批次 4000余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1月24日除夕 解放军从陆军 海军 空军军医大学 抽组的三支医疗队抵达武汉 迅速加强到武汉地区 指定接诊新冠肺炎病例较多的地方医院 2月2日 空军出动八架大型运输机 分别从沈阳 兰州 广州 南京起飞 向武汉紧急空运 795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2月3日起 军队抽组 包括先期抵达医护人员在内的1400人 承担其武汉火神山新冠肺炎专科医院医疗就职任务 2月13日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军队再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疫情 这支医疗力量来自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 联寝保障部队 武警部队 多个医疗单位 首批力量1400人于2月13日抵达武汉 承担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确诊患者医疗就职任务 2月17日 其余1200名军队医护人员抵达武汉 第三批支援武汉的军队医护人员至此全部就位 此外 解放军诸恶部队开始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 一直持续到疫情结束 八方池源向着一个方向武汉 这段时间武汉的空中通道一刻也不停 争分夺秒 接下来这个短片呢 我们一起来致敬空中那些最美逆行者 疫情爆发以后 一架架载着全国医护人员和救援物资的飞机 在武汉天河机场频繁起降 天河机场昼夜不息 可以说成了当下中国最忙碌的机场 2月15号 武汉应来鼠年第一场降雪 风雪中 吃原的包机仍一个接一个抵达机场 从当天下午1点开始 山西 内蒙古两支医疗队甩先抵达天河机场 拉开了中国各地医疗队再度吃原湖北的序幕 截至当晚10点 共有13支来自中国各地的医疗队到达武汉 河北 陕西和山东的医疗援助队 当天同时抵达天河机场 一段手机拍摄他们在机场候机厅相遇 隔空呼喊加油的视频 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上面是医疗队吗 向他们转达下我们对他们的敬意 连日来 这样的声音反反复复在各地塔台回荡 每当池原包机在空中飞过一个航空管制区时 空管纷纷通过无线电波 向池原湖北的逆行者们表达最真诚的敬意 中国民航网也发布视频 记录了这些路空通话的感人瞬间 小伙伴们的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含恶 东西 谢谢 不是说现在你们 我要学生 我还在用 据中国民航网17号发布的信息 截至2月16号 民航系统共保障向湖北地区 400个航班运送防控物资 455406件 累计3896.41吨 民航系统累计运输人员 32827人次 其中运送医护人员 30104人次 接回滞留海外旅客 1392名 企业商场设消毒通道 这能否阻断传播 血浆治疗能救命吗 是否存在风险 来关注今天的战役热点 热点1 企业商场设消毒通道 能否阻断传播 疫情发生以来 一些企业商场甚至交通药道 布置消毒通道 人员经过时会对全身喷消毒剂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 张刘波指出 这种措施既是多余的 也起不到切断传播途径的作用 且会对通过人员的健康 有潜在危害应该避免 热点2 血浆治疗能救命吗 为什么采取血浆治疗 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肿瘤科副主任医师 陆宏俊表示 大部分新冠肺炎患者 治疗康复以后 体内会产生新冠病毒 特异性抗体 目前在缺乏疫苗 和特效治疗药物的前提下 采用血浆治疗 是一种探索性的治疗 热点3 血浆治疗临床应用效果如何 8号 第一例新冠肺炎 康复者血浆抗体治疗 在武汉市江夏区 第一人民院进行 从部分重症患者治疗情况看 患者接受治疗12至24小时以后 血氧饱和度明显上升 主要严正指标明显下降 临床体征和症状开始好转 具体治疗效果还在观察 热点4 血浆治疗是否存在风险 是否适合所有新冠肺炎患者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表示 任何治疗都有一定的风险 但就目前在重症病人的救治方面 这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它的风险远小于获益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刘本德介绍 血腔治疗是和免疫力低下 严正风暴发生前的患者 不建议轻症患者使用 6.5 康复者治愈以后多久可以捐献 捐献血浆对身体有影响吗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建议 康复者在治愈两周以后参加捐献 保证康复者体内病毒已得到很好清除 对于康复者来说 捐献血浆不会有什么影响 和普通的捐献血浆没有太大区别 6.6 共用洗衣机传播病毒的可能性大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冯鲁钊表示 新冠肺炎病毒最主要的传播方式 还是呼吸道飞沫 近距离传播和接触传播 共用洗衣机传播病毒可能性极小 大家可以放心 6.7 积压会传播病毒吗 2月15号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斌表示 目前初步排除新冠肺炎病毒的来源 是已知加勤加畜 集团性进展显示 蝙蝠是携带新冠肺炎病毒最可能的源头 据日本共同社最新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的17号 日本国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增至454例 厚生劳动项家藤盛信 在15号的记者会上坦言 情况与此前不同 目前正停泊在横滨近海接受隔离的邮轮 钻石公主号上传来消息 据厚生劳动省16号统计 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船员和乘客 共约3400人 其中新确认99人被感染 在海上被隔离的钻石公主号邮轮 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不断增加 大家对邮轮传染新冠肺炎的恐慌情绪不断加剧 这也让亚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开始拒绝邮轮进港停靠 德国邮轮爱达贝拉号从新加坡出发 全程21天计划经过菲律宾香港越南等地 但越南方面拒绝其入港 德国爱达邮轮公司表示 越南政府拒绝让其停靠 主要是担心新型冠状病毒传染 此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威视特丹号邮轮接连被日本 菲律宾泰国等地的港口拒绝 在海上漂泊了两个星期 无处停靠 直到2月13号 柬埔寨同意威视特丹号停靠 这艘船终于停止漂泊 另据韩国SBS报道 上个月东京一条邮轮上举办新年聚会 目前有11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据参加聚会的人回忆 聚会当天还下起了雨 邮轮的窗户都关闭 事实上是处在一个密闭的状态下运行 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 人挨着人一起吃东西 一起唱歌甚至口罩都借用 参加聚会的人和工作人员将近100人 在密封的空间里 完全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 截至2月16号 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感染人数增至416例 并出现了首位死亡病例 厚生劳动相加腾盛信 在15号的记者会上坦言 情况与此前不同 外媒分析 此番表态相当于日本首次承认 疫情开始在国内流行的事实 日本政府于16号召开专家会议 会上就流行阶段的定位问题 展开讨论 专家会议还制定了一个标准 根据该标准来判断 普通人在出现何种症状时 应该到医疗机构就诊 据报道 日本具备检测能力的医疗机构有限 而且专业检测人员也不足 日本政府正在与民间企业 检疫检测试剂盒的研发 加紧合作 自日本出现疫情 开始出现一些对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担忧 此前 日本国内的资讯网站曾发布标题为 东京奥运会或停办的新闻 2月6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并不会对东京奥运会及 藏奥会的举办产生影响 同日 东京奥组委也再次确认 尽管疫情仍在持续 但将于7月24号开幕的东京奥运会 绝对不会取消 东京奥运会到底能不能如期顺利举行 国际奥委会也表达了关切 日本政府再次强调 东京奥运会不会取消 这是日本东京的一束街道 正在积极准备下月开始的 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活动 近日国家委会代表团 日本视察东京奥运会的筹备情况 日本方面强调 东京奥运会将会按计划于7月举行 另外针对日本国内近日的 多地新增多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日本权威机构认为 日本已经处于疫情国内爆发的早期阶段 目前阻止感染继续蔓延难度较大 日本政府表示疫情进入新阶段 并决定调整应对思路 进一步强化防控措施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7号表示 中方正密切关注 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发展 我们对此感同身受 愿同日方保持沟通协调 加强防疫合作 16号韩国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这位患者没有密切接触史 近期也没有海外旅行的经历 那么他究竟是怎么感染的呢 亚太多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又面临哪些问题呢 16号确诊的患者是一名82岁的男性 也是韩国目前年龄最大的确诊病例 韩卫生部门调查显示 这名患者与现有的确诊病例 并没有过接触 而且自2019年12月之后 也没有到过国外旅行 他究竟是如何感染的 还没担忧 可能存在社区感染的可能性 第四韩国政府正加紧制定对策 提前保证服压病房 诊断药剂等医疗设备 并扩大检测对象 韩国中央事故处理本部决定 无论是否有过海外旅行经历 将对所有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 进行新冠肺炎病毒的筛查 自疫情开始一个月以来 韩国社会各个方面 都受到不同程度冲击 民众的自我防护意识随之加强 警惕情绪也在宠物饲养者之间蔓延 为了防止宠物被感染 一些宠物主给自家猫狗戴上了口罩 按照不同嘴型制作的宠物口罩 开始热销 为避免感染 人们自觉减少外出 公交地铁的流量明显下降 手冲击最明显的 当属大型超市和商场 韩媒称 与疫情爆发前相比 乐天世界的客流下降48% 一些工厂店周末的客流 也几乎腰斩 乐天购物即将进行 自1979年创立以来 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 乐天集团的百货超市 在韩国有700家 预计将减少其中的200家 随着疫情发展 各国对于防护用品的需求猛增 据印度媒体报道 过去一个月间 印度口罩的需求量 从60万只至70万只 飙升至100万只至120万只 但目前印度只有250万只 到300万只的库存 未来缺口可能很大 在印度尼西亚 为了防止感染 人们争先恐后购买口罩 导致口罩价格翻了近10倍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越南民众 目前越南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已有14人 担忧情绪开始蔓延 人们在出售口罩的药店门外 排起了长队 为应对缺口 越南一家制衣厂将生产重心 转向了口罩 几天之前 这家制衣厂还在为 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 生产运动衫 裤子和其他类型的服装 但由于口罩紧缺 工厂的1.6万名员工也无口罩可戴 公司负责人临时决定开始生产 可重复使用的多用途口罩 目前该工厂每天生产口罩50万只 并且已经向当地民众免费发放了130万只 疫情当前口罩紧缺 为解决缺口呢 韩国政府计划进一步鼓励企业生产 将口罩的日生产量提升至1000万只 但是口罩厂却传来了原材料告急的消息 口罩一罩难求 经济到口罩厂的仓库都空了 在口罩厂里机器24小时不停地运转 可以说进入了战事状态 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传染 韩国口罩工厂已进入24小时运转状态 但仍是供不应求 将滤芯和口罩外层等四种原材料压合 切割成型以后将耳带固定在口罩上 一个口罩就完成了 大部分的制造流程都是自动完成 最后要经过人工来检验口罩是否有污染 每位员工平均每时要检查2000只 现在这家口罩厂已经将员工编成两组 每天两班道 部分昼夜加紧生产 然而企业全力生产的同时 也面临着原料不足 人手紧缺的困境 这家位于大田市的口罩厂 即将停机停产 原因就是缺乏聚饼系纤维 这是生产口罩所必须的原材料 韩国政府表示将全力保障原材料供给 根据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厅发布的数据 目前韩国所有制造企业的口罩库存 约有3110万只 政府计划进一步鼓励企业生产 将口罩的日生产量提升至 1000万只 全力保障正常供应 据韩媒报道 从12号起 韩国政府已经对口罩实施了 紧急供应调整措施 规定厂商必须每天向韩国 食品药品安全厅报告生产量 出货量 出口量 企业在销售1000个以上的口罩时 必须报送单价和数量 如果故意瞒报漏报 将处于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5000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与此同时 韩国政府已经组建了30个专项组 监督整治不法商家 接疫情囤积口罩 消毒液等不法行为 近日呢 日本福井县越前丁一个渔港内 出现了两条乐视黄带鱼 乐视黄带鱼是一种深海鱼 类简称黄带鱼 据日本媒体报道说 在世界范围内 两条乐视黄带鱼同时出现 属于极为罕见的情况 下面这段视频拍摄于15号下午 两条乐视黄带鱼在大张渔港内相伴 游来游去 它们的身体呈蓝色 上面长有形似露珠的斑点 头部长着一根长长的细条 是其背棋的一部分 两条体长都达到了大约5米 看起来像是成年黄带鱼 目前科学家们还没有弄清楚 黄带鱼的生态特征 因此无法获知 这两条黄带鱼的性别 这两条黄带鱼在渔港中游了大约 两个小时之后消失了综艺 好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 今日亚洲的官方微信和微博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观众再会 两条黄带鱼宁